来看看你是不是幸运儿呢 农油券及易放券第二波的幸运号码今天抽出了 面额888元的农油券抽出了两组号码 身份证后两码是50和13 大约有25万人中签 易放券的数位和纸本各抽出7组号码 数位是60万名 纸本有15万名的幸运儿 好 当然现在呢 这些券都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荷包缩水了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球供应链混乱不稳 各行各业最新的财报都已经提到了 因为供应链中断 电高成本的问题 也显示出全球企业面临更高的利润压力 所以开始有制造厂宣布要调涨保障获利 甚至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而分析师也预估了 年底减便宜的促销活动也会少很多 全球原物料不停寒涨 现在连知名的民生用品制造商 尿布卫生纸这些的厂商 也都喊敌不住了 纷纷宣布调涨 走一趟卖场 有的正在周年庆 尿布特价或是第二件折扣价 这种很分压 11月8号 有的呢则是已经预告会有会员优惠 但是其实定价已经提高 而且短暂优惠的背后 隐藏的是加大的通膨压力 觉得好像纸也变薄了 然后也那个变小张了 铺垫要249块 很贵耶 婴儿用品尿布 女性护理 卫生棉 家用品卫生纸 这些营业利润都被上涨的原物料 油价 运价挤压 制造大厂产品涨价 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一波才涨 10月15号开始 涨幅也还好啦 就一点点 有感觉很多东西都涨了 有时候花两三千 现在大概都要三五千块钱吧 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混乱不稳 由分析师预估 今年年底促销活动将大幅减少 年底可能捡不到便宜货 但也有业者反其道而行 可能还是要有一些促销的活动 那我们可能有一个 这种类似像托楼街的一个商品 那可能会吸引客人来先靠柜 然后呢 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个消费 涨价风从晶片吹往日用品 下一波影响的还会有美容护肤 口腔护理 甚至优格 优若如等 令人担忧 未来荷包越扁越快 东森新闻 蔡林安刘真在台中采访毛豆 而另外在台北市的永康商圈 疫情趋缓 人潮回流 但问题是国外的观光客还是不来 所以知名的伴手礼店家决定要撤店了 他们说即使房东愿意降价 四个月都不收房租 但是坚持要撤回台州 就连三重的知名猪脚饭干脆趁势进驻 就是因为到月底是不是 我不清楚了 永康商圈人气伴手礼店家 已经开始搬设备 过去他的奶油小酥饼 可是观光客最爱人手一合 加上邻近捷运东门站出口 人潮络绎不绝 但受到疫情冲击 营业只到十月底 房东在一个月前曾经在租屋网上面刊登 愿意让利四个月以每个月租金36万来算 愿意自砍144万 但是店家还是决定要撤店 店家回应因为疫情的关系 改变经营模式 将会把重心移回台中 隔壁店家也开始招租 就连整栋的速食店也贴出招租布条 但是否要撤出永康商圈 业者强调未定案 有收调的大概有22家 这一波的话是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 是去年是只有出没有进 今年是有进有出 猪脚在锅子里乳得香味四溢 新北三重知名卤肉饭 五灯奖猪脚 下个月将会插齐永康商圈 另外杜小月歇业后半个月前 也吸引茶饮品牌久仰进铸 这个月有比上个月好一些些 上个月真的是 大概七点多八点多就没有人潮了 一些老店在上个月上上个月 有些已经就是受不了 这种极度往商圈的萎缩 很多店都休息 因为你看很多租不出去的 就是蛮坚持它的价位的 开业25年的卡瓦利咖啡 疫情冲击下7月中歇业 但是三个月过去店面还是出租中 永康商圈有的坚持走 有的抢进铸 店家看法迥异 因为对疫情谁都没把握 东森新闻许舒明成 建议在Table 另外还有人想问 国泰金又怎么了呢 因为最近国泰市华银行的用户 这几天是感到非常的不方便 甚至很多人觉得很火大 因为他们的ATM大当机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完全没有办法领钱或是转会 你可以看到这起事件 从10月7号就已经开始系统异常了 但是一直到了今天很多部分的客户 他们的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尤其很多人面临的事差一点点就要违约交割了 只好忙着来借钱解决 而且也有人说根本要领钱没有吐槽 但是钱已经被扣了 简直是诈欺 也因此真的有人火大去报警 现在可以用 现在都正常了 对不起 一罪抱歉对于一度大当机 银行行员绷紧神经 索性经过紧急抢修 ATM已经恢复运作 只是偶尔还会出现故障问题 它是基金本身有一个系统跳不出来 但我们怕很多客户口是不是不能用 就怕让顾客无法使用 只是城市跑得慢 也赶紧贴上暂停使用 回想18号当天景象 要用钱却领不出来民众急坏了 也许这是一条救命钱 他也许他可以转了几十万出去 然后钱就被你们卡住了 我钱回来 我等过阵子 大家系统比较正常 我就要把它转掉了 不敢用了 因为这个状况还蛮可怕 因为如果说今天 我是刚好要嘎票的人 这样真的很惨 真的是又气又急 国泰社华银行官方脸书被关报 有民众的证券账户交割款项 没入账 违约交割谁负责 他到处奔破借钱 又要如何赔偿 道歉有用吗 有人还差点挑票 还有网友说 早上我转钱也被吃 另一位用户说 晚上八点多有退款回来 但早上六点四十分 又把钱吃回去 是把民众当白痴再耍吗 也有人留言 网银竟然公告清查完毕 但钱还没拿到 国泰社华在17号系统维护升级 出现异常 隔一天宣称下午一点半恢复正常 但后来又说四点一万笔陆续恢复 不过到二十号还是有部分民众没收到退款 银行发声明 因为系统升级后影响作业效能 目前各项交易功能已经回稳 针对受影响的客户 以紧急调派客服人力支援 需要主笔和客户确认交易资讯 造成酒后情形敬请见谅 被系统吃掉的钱 银行说会回来 但时间就是金钱 这一来一往的损失该怎么算 东西问蔡启文 留言在台湾道 塞港危机再不解决的话 今年万圣节最可怕的事情 是根本没有服装可以扮轨 甚至连耶诞节可能都没有耶诞数了 主要因为美国的供应链陷入了危机 即使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 已经要求所有美国西岸的港口 全天候营运 但是塞港甚至卡车 陆运问题还是卡关 如今随着美国进入年底 许多的节日 其实都是消费旺季 尤其是10月31号的万圣节 现在说最吓人的是 美国人都没有办法办鬼了 就连耶诞节也有钱 买不到耶诞数 万圣节将到 但美国人走进商店 只能看到 货价空荡荡 受疫情缺缓 美国民众期待过节 大肆抢购商品 但今年万圣节 最可怕的 恐怕不是民众办什么鬼 而是根本办不起来 因大批货品 根本还没送到美国店家 卡住的美国供应链 让适逢多个节日 原本就是消费旺季的年底 从美国商店到网购 商品根本无法送到民众手中 因为即使美国总统拜登上周要求 美国西岸港口卸货 必须每天24小时营运来解决 但摆在眼前 现实是效果有限 货轮继续在港口外排队 港口内没有足够工人 帮货轮卸货 结果上万货柜如同积木 堆放在港口 洛杉矶港空间不够放 货运公司就把货柜 往周边设区堆 如今爆料货柜塞住马路 加州威尔明顿居民 更受困加州 已经几个月了 TV说全美在疫情前 一段缺6万名货车司机 如今人力缺口扩大到8万人 但美国七成物流 都仰赖卡车司机送往各州 反过来看美国物流塞车 也导致专门制造 供应商品的中国大陆 出货受影响 结果地球另一端 中国也在大抢货柜 缺贵荒让制造业延误 交付下 美国业者已经预告 缺货将持续到业旦节 美国今年业旦数比起去年 将涨20%到25% 因为整体供应链危机 从抢货柜到抢工人 无一不需要增加成本 各种商品价格 都将转嫁到消费者 东新闻 从盛柏林可以报道 打击间谍 现在靠的恐怕 不是007 James Bond了 因为现在在北京 要反CIA特攻 发动的是一场人民战争 而且有请朝阳大妈 他们到底是谁呢 主要是因为美国中情局 现在宣布他们要成立一个 中国任务中心 所以引发了中国外交部 就批评说美国简直是冷战思维 而CNN就发现了解放军旗下的 微博这个焦正平 他发布了评论认为说 中国如果要维护国家安全的话 唯有相信人民 依靠人民 需要的是朝阳大妈和捞同渔民 我们先来看看朝阳大妈是谁呢 外传北京两大神秘组织啊 朝阳大妈呢顾名思义是来自北京朝阳区 所谓的朝阳群众被网络戏称说 他们简直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他们还真的就这样子抓到过间谍 西城大妈呢则是治安志愿者 号称他们的眼睛是比雷达还要敏锐 所以呢这下子如果真的执法权 下放到街道乡镇的话 那么这所谓的朝阳大妈 他们如果真的举报你的话 警方是不是真的可以执法呢 所以说穿了 其实不管是朝阳大妈甚至捞同渔民 他们其实就是中国的一般百姓 专门举报区内的步伐来维持秩序的 那么这个捞同渔民也是蛮厉害的 传出呢他们就是海上作业的渔民啊 还曾经呢捞走了美国的声纳浮标 鱼雷甚至无人潜航器 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群人 那么网路上就传言说 连美军的测量船还要放一个中文的横幅啊 上面就是要告诉这些渔民说 声纳无同捞走也没有用 美国中情局10月7号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 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表现 美方有关部门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停止做损害中美两国互相合作和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事 中国战狼继续发挥本色 此一消息则透过中国官媒央视的网路视频 从16号开始发布到网路上 央视跟引述不知名来源指出 中情局还大肆招募懂中文的特工 并详细列出了希望特工掌握的中文门类 包括普通话粤语上海话 民北语闽南语客家话等等 这引发了众多中国网友 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上毛遂自荐 疯狂吸斑指自己会说何种方言 很适合当美国CIA特工 同时间解放军旗下微博军顿屏更发表评论说 如此明目张胆 大肆招揽特工的美国情报部门必有阴谋 要维护国家安全 唯有相信人民 依靠人民 需要朝阳大妈 老统渔民 他们到底是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北京时 专门提到了朝阳群众牺牲大妈 他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馆 光靠政府力量不够 所谓的朝阳群众 是指北京朝阳区治安志愿者 有点类似社区纠察队 专门举报区内部法维持秩序 你首先你不是别的 你是党人吗 你得期待他 你住这地区 你就有责任维护治安 早在1974年 朝阳群众就与中国公安一起抓到间谍 如今中国媒体上依旧可见 朝阳群众帮助官方揭露步伐 首都警方还与时俱进 推出了朝阳群众APP 在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北京市警方抓获30多名演艺圈涉毒人员 如此风宫伟业 朝阳群众更被戏称 只能和美国CIA并列的王牌情报组织 眼看中国不满 美国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 CN分析中国再度发起一场人民战争 CN警告中国高涨的爱国心将被动员 所谓靠着朝阳大妈举报间谍 不仅所有在中国居住工作的外国人将面临风险 中国人若发表敏感言论恐怕也会遭殃 都希望江一声您可以报道 而自古以来美人也总是可以撼动帝王的江山 来看看最近很多俄罗斯的民众都在封这一个美女 还记得是2014年当克里米亚攻投的时候 她是当时的美女检察总长 当时她宛如漫画人物一般的美丽容颜 惊艳全球 而且最后公投的结果是决定要弃乌克兰投向俄罗斯 所以她就被俄罗斯人视为是女侠 而她的名字是纳塔利亚 现在她最新的职位就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丁 直接指派她去驻维德角大使 维德角在哪里 其实是在非洲的一个小岛国 有人觉得这是不是流放她了呢 不过事实上乌克兰向维德角政府要求引渡并没有成功 而当年呢 这个像漫画般的美女七年之后 恐怕又会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两国之间掀起新的紧张关系 七年前的这容颜宛如漫画中美少女 美道令网友震惊 身穿一身警察制服的她 名叫纳塔利亚波克隆斯卡亚 俄罗斯族的她出生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共和国 曾任职基辅检察总部 就在2014年乌俄两国交恶关系紧张时刻 她由基辅指派空降克里米亚担任总检察长 五天后她主持入俄公投 而她过去受访名言正是 我的长相不会妨碍我的工作 但希望这能欺骗我的敌人 公投结果绝大多数克里米亚人支持脱乌入俄 俄罗斯粉丝的动漫把它描绘成现代女侠 佩戴常见斩妖除魔 当时引发旋风性超过1400万网友点阅 而日本粉丝则是把纳塔利亚化身可爱的动漫人物 还取了个特别的名字 粉丝们称她为翘总长 还封自己为纳塔风 如今七年过去后 纳塔利亚的模样当然也变成熟了一些 已经39岁的她不再像是美少女 但无疑是位大美女 更多了几分成熟妩媚 今朝的背景还不时出现 碧海蓝天的岛国风光 原来当年的警察总长 后来已跳脱司法工作 转战俄罗斯众议院担任多届议员 如今最新职位则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丁 亲典的驻维德角大使 维德角是位于非洲大陆西侧的 大西洋寻到国家 在远离莫斯科后 如今新形象重现 只不过纳塔利亚一直被乌克兰 视为叛国贼 向维德角要求引渡不成后 如今乌国扣押一名俄罗斯人 向俄国政府施压 看来纳塔利亚在乌俄之间 引发的纷扰尚未结束 东西文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前男传很多人觉得工作好辛苦 如果可以早点退休该多好呢 但问题是你准备好了吗 因为美国人力资源顾问业者 他们评比了全世界退休金体系 今年首度列入评比的台湾 竟然是倒数第十名 是比中国还要后面 而这个成绩恐怕也代表了 我们的退休金系统 虽然具备了一些良好的特点 但是也存在重大的风险和缺失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这永世性恐怕发生疑虑 为什么你们会拉到67% 因为现在感觉都活比较久 对啊 如果你那么 太早退休就不知道干嘛 对啊 很无聊 想要几岁退休 上班族对自我要求完全不一样 这因未来变数实在太大 我现在单身的状况 没有小孩40岁 就是是我希望的 但是如果我不小心 就是有小孩或什么 可能要到60有可能 但不管几岁 想越早势必得赚越多或存越多 想好好度过晚年 多半国人就得仰赖 完善的退休机制 殊不知 美国人力资源顾问业者 美食公司 评比全球43个国家 和地区的退休金体系 台湾评比C级 在亚洲四角龙中只赢过南韩 但输给第28名的中国大陆 如果体制重大风险或缺失再不改善 永续系跟效率都会出问题 只不过还在打拼的民众 先别担忧 至少可以先享受一下小确信 财政部公告 每人基本生活费提高1万 来到19.2万元 以一家四口计算 用5%税率能减税2000 税率12% 减税4800 如果最高税率40%计算 可以减16000 估计全台229万户收费 明年5月申报综合所得税就能适用 另外一块劳动部也预购 劳保投保将有变化 到时候雇主聘一名 月顶基本工资的劳工 得多负担101元 劳工多负担29元 如今政府在寄出福利政策 有没有敢见仁见智 东东新闻正中心做不到 学习不间断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东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哦